今天给各位盘点一下台湾的6大直升机 以下排名无关强度 看看谁才是您心中的Top1 Top6 UHEH直升机 它的原版是UHE直升机 是美国贝尔直升机公司 为了满足美国陆军的一户护送 和多用途直升机需求 而制造的军用通用直升机 在1969年 台湾航空工业发展中心 与贝尔直升机公司 合作生产50架UHEH直升机 首架直升机在1970年12月14号出厂 到了1971年7月 航空工业发展中心 在首批50架完成后 又继续生产了68架的UHEH 并于1976年完成全部的118架UHEH的生产计划 并且全部交付台湾陆军使用 该机用于装备台湾空军的海欧救援中队 以取代原有的H19直升机 并且它还换装了 1400轴马力的T53L13发动机 以及可以用于在夜间或者恶劣天气下作战的航电设备 大大提升了其综合作战能力 TOP5 OH-58D侦察直升机 它是美国贝尔直升机公司研制的轻型直升机 根据贝尔206A喷射骑士改装生产 该机的最初版本在1968年就开始在美军服役 其中OH-58A OH-58B OH-58C为侦察直升机 而在台湾服役的OH-58D 齐奥瓦勇士为武装版 主要是担任陆军支援的侦察任务 不仅可以单独执行战术侦察任务 也可以协同专用武装直升机作战 或者为地面炮兵提供侦察 炮轿的工作 OH-58D直升机沿用了A型的机身 加强后的机体结构大大延长了它的服役寿命 并且它还改用了四叶复合材料主旋翼 不仅增加了机动性 而且还能减小振动 提高可操作性 这使得OH-58D在恶劣天气条件下 仍能保持良好的纵向操作性能 另外OH-58D直升机还提供了稳定的平台 主瞄准器 电视摄影系统 感热影像系统以及雷射测具指示仪等 都装置于机顶 这也使得该机可以在日间夜间都标定敌人 TOP4 CH-47SD运输直升机 这款直升机是由美国波音公司制造的 一款多功能双发动机双旋翼的中型运输直升机 CH-47SD直升机 或者称为超级地之奴杆 该机于1999年8月26号首飞 2001年9家CH-47SD作为对台军售的一部分 进入台军服役 它的主要任务是部队运输 火炮派遣 以及战场补给 其双旋翼纵列式结构 能够免除一般直升机需要的尾部垂直旋翼 CH-47SD为三人机组 货枪内额定在员37人 机上可以安装多种设备或者武器 甚至可以通过加装设备 使得它具备在水面和雪地执行任务的能力 CH-47SD的动力为两台T55-714A涡轴发动机 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了24500公斤 该机虽然保留了原CH-47D的外形 但是扩大了油箱容积 使活动范围增大了一倍 此外CH-47SD的座舱设计和相关设备 还能使驾驶员能够在各种飞行条件和不利天气条件下执行任务 其先进的综合座舱管理系统 多功能显示器和自动化设备 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工作量 为提高它的生存能力 CH-47SD直升机还加装了雷达和导弹告警装置 雷达红外干扰弹装置等 TOP3 UH-60M黑鹰直升机 UH-60黑鹰直升机 是美国希克斯基飞机公司生产的双涡轮轴发动机 单旋翼直升机 是从希克斯基S70直升机发展而来的 是一种中型通用级攻击直升机 它主要用于空中突击 空中骑兵和航空医疗后送单位 它的设计目的是携带11名战斗负荷的空中突击部队 并且能够移动105毫米榴弹炮和30发弹药 而UH-60M则是L型直升机的升级款 它改进了机身寿命 使其可以继续服役20到30年 并且还在传动系统区域 安装的新的类似于海鹰的结构梁 以及新型宽弦复合材料 悬翼和数字化座舱 以及航电系统 TOP2 AH-1W攻击直升机 AH-1W型超级眼镜蛇武装直升机 是美国陆军首款专门设计的攻击直升机 也是台湾军队现役主力的攻击直升机 是其立体抗登陆作战 攻击地面装甲目标的主要空中火力平台 该直升机的主要用途 是为其他运输直升机护航和实施火力支援 还可以用于攻击地面装甲目标 它整体采用流线型机身 体积较小 不仅机动性能强大 还有着强大的伪装能力 可以在丛林中飞行 它的动力装置是两台T700GE401涡扇发动机 最大速度282公里每小时 最大航程635公里 巡航高度4495米 载弹量1119公斤 最大起飞重量6690公斤 并且相较于阿帕奇直升机 这款直升机相对而言更容易维护 而且其狭窄的正面会使它更加难以被攻击 从而拥有防守优势 AH-1眼镜蛇直升机 曾在1967年美军装备后 即被大量用于越南战场 主要用于支援和地面配合部队作战 战斗时 AH-1眼镜蛇可以突击地面火炮 不能有效压制的目标 并且和地面部队部署在一起 只需要战斗需要便可以出动 除此之外 眼镜蛇直升机还在1968年的新年攻势 和1971年的老挝春季战斗中被大量使用 这也足以显示它的优越性 在海湾战争中 眼镜蛇和海眼镜蛇被分配执行支持任务 大约78架海军陆战队的眼镜蛇 执行了1273架次的任务 没有作战损失 只有一架是在非作战任务时损失 TOP-1 AH-64E直升机 它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综合性能最强的一款武装直升机 而台湾的这款直升机呢 则是由大名鼎鼎的长弓阿帕奇升级而来的 主要是用于猎杀硬性目标的专业反坦克直升机 而且为了更好的区分 AH-64E直升机被它的开发小组亲切的称为守护神阿帕奇 这款直升机的主要改良在于大幅度提高了它的数码信息连接能力 能够与联合战术情报分配系统相容 它的新型火控雷达将原本8公里的探测距离拓展到了16公里 并且还可以对海上目标进行探测和瞄准 并且它还拥有遥控无人航空载具 具备指挥多架无人机进行协同作战的能力 改良过后的起落架以及复合材料制成的新悬翼 大大提升了新机型的巡航空速爬升率以及有效载荷能力 在换装了输出更高的T700G1701D发动机之后 该直升机拥有了293公里的恐怖时速 至于该机的武器系统则没有大的升级改动 配备有一门30毫米机炮 并且还可以携带两枚AGN-122空对地反辐射导弹 以攻击雷达目标 并且它还拥有威力强大的地狱火反坦克导弹 该机地狱火导弹挂载量是台军现役眼镜蛇直升机的两倍 再搭配上毫米波雷达探测 使其拥有极强的空对地作战能力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各位老铁们对这些武器都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 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 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我们下期再见